我下个月就要过大关了 从这个月开始 我们上次开始 对我们进行靠评 我好担心啊 不用怕 既努力做事 用实力说明问题 最简单一许 纠缠于那些办公室斗争 且抱怨不断的人 往往需要反思 自己的工作是否到位 你强强相反 反思过多 担心过多 也许吧 但我发现做事 真的是需要敲门 就像你上回跟我说的 每个人该怎么 逐击对公司负责 我再看看我手上的工作 我就知道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该如何分轻重缓急 可我就不知道 别人是怎么看我的 就像我们上次 他就说我工作 缺乏创造性 还说是不是 重点大学毕业的 这智商绝对是分水岭 看来文凭 是你的心头刺 你不用担心 但凡做过高管 有过人事调配权的人 都会告诉你 文凭只是 一个最低的 进入的门槛 一年之后 会量财而用 你没问题的 我没问题的 我没问题的 我没问题的